要解决的是什麽問題呢? 首先我們課前有一個思考給大家的 什麽思考呢?就是錢被誰賺了 錢被誰賺了? 你去看看在市場當中 我們之前跟大家去量度過了 由高位出現了這個回落的時候 回到這一輪的一個 由高位7月31日看到高位出現了這個下跌的時候 跌了12% 是不是? 跌了12% 那現在的錢是被誰賺了呢? 很多人就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包括我們之前說的 你看到它的成交量的時候 之前我記得有些內容 有跟大家去簡單去提告它的成交量 成交量暫時還沒有放出一個大量 整體上它的量是一個縮量的情況 其實現在有少少這一堆成交 有少少放了出來 但是放的力度是不夠的 很明顯看到在這一堆的成交當中 所以當時的成交放得很大的情況之下 這個為止見底回升 見底回升 現在還沒看到它放出大量 那究竟還沒放出量的時候 市場又繼續下跌 那現在錢被誰賺了呢? 是不是?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輸錢的人比較多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錢被誰賺了呢? 當然 股票市場是一個零和的遊戲 因為我賺你的 你賺我的 那究竟誰賺了我們的錢呢? 散戶的錢被誰賺了呢? 很多人還沒思考過這個問題 還沒思考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說回來了 例如我們去看一些例子 一個呢 這個是韭菜 相信有部分同學見過 或者說吃過韭菜 甚至乎自己都變過韭菜了 有沒有變過韭菜? 韭菜就跟蟹一樣 韭菜呢 我覺得韭菜比蟹貨更加貼切 你看看割完一查又一查 割完了又生長出來又被人割 所以很多人都成為韭菜 那這個韭菜呢 是怎樣形成的呢? 這個韭菜真的是我們先頭說回來的 散戶的錢是誰賺了呢? 誰在這裡割韭菜呢? 嗯 我們以這個問題來看一下 曾經在9月份 老大師的事件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譬如你去回覆那個狗 老大師的事件呢 就是疑似割韭菜的事件 什麼叫疑似割韭菜呢? 這個股票叫做3601 在廣告上市的3601 9月11日的時候就召開董事會 說考慮去派回特別息 因為大家都喜歡去做一些收息股 當然它不是收息股的問題 特別是有太特別色的額 大家是不是喜歡去買這樣的股票? 不是340 3601 很多人會喜歡去買這些特別色的股票 所以可能會考慮去做它 於是第2天 9月12日 股價就炒高了50% 股價炒高了50% 然後好景不長 在一個星期之後 9月20日 那股價呢 就大跌了47% 你千萬不要看 50%47% 你以為你只有一個疑似嗎? 你說我不用輸錢啊 還贏了3%啊 有沒有這樣回事呢? 沒有這樣回事 例如說你1元的股票升了50% 你是1.5元是不是? 但是1.5跌了50% 就是7.5了 1元就是0.75了 所以會輸錢的 所以會輸錢的 你不是說我炒高50% 我贏了50%了 再大跌了47% 出來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疑似 你看看 是不是只有一個疑似啊? 不是啊 你相對於這個 0.75 相對於你之前的1元來講 已經是 跌了0.25了 跌了0.25 你輸了25%的了 你看看 你輸了25%的了 那這件事又是怎樣發生的呢? 先說回到 在9月20日 大跌了47% 在9月21日 開始之前 披露就提到了 控股股東減辭 當時還說他派特別息給大家 現在 你要減辭啊 有沒有搞錯啊? 然後他再宣佈向股東 派特別息的這個建議的董事會會議呢? 取消 啊取消這個會議 之前說要召開這個會議 去派特別息 然後呢 現在取消這個會議 還有沒有特別息啊? 沒有了 沒有了 是不是 韭菜就被人割了 你從這個位置 1元買了的 跌到0.75了 韭菜被人割了 所以你看一下 這裏是不是有問題 這裏是不是有問題 啊 可能 講到這裏的時候呢 有朋友可能會知道自己的錢被誰賺了 也就是說 有人呢 還沒轉個彎過來 可能我不買這個股票啊 是不是我就不用被割韭菜啊? 不是一個股票割韭菜而已 個個股票都在割韭菜 是不是?個個股票都在割韭菜 我們再講到另一個美股的 這個呢 法拉迪 法拉迪呢 他唯一 什麼什麼什麼 這些我就不說了 在9月27日的時候 他就宣佈 這個協議呢 就講回 公司可不時的發行 和通過 承銷代理銷售總價值不超過 9000萬美元的A類 普通股 就是一個股份 你看 他可以不定時的去出售 或者說不定時的發行 這個 股票 所以他發行這麼多股票做什麼? 你看 市場就是這麼多 市場的錢就是這麼多 為什麼說經常看到 有些IPO會去 賺錢 因為 你多公司上市之後 你的錢本來這麼多 你要分攤錢去其他股票 所以在這個股票上的錢是不是就少了? 例如說這家公司這樣 他發佈這麼多股票做什麼? 收錢 變延 是不是? 變延 變回現金 所以你看 那究竟又是誰在這裡被他割韭菜? 有沒有你的身份? 有沒有你的蹤影在這裡? 所以說回到這裡的時候 那就有一個什麼呢? 前腳發出這個重大 重大項目 後腳就會發佈重大減辭 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新聞? 然後呢 技術性的離婚 青瘡式的減辭 你看一下 技術性的離婚當中 有誰呢? 賈藥亭 又或者是說 許家印 許老闆 是不是? 恆大 是不是? 這些技術性的離婚 那 例如說 最近說回到離婚這件事呢 又很搞笑 很多人稱這兩天的上升 叫什麼? 叫汪蜂底 是不是? 大家有沒有聽過汪蜂? 是 汪蜂 太平洋很快 汪蜂底 汪蜂這樣 很多人在這裏出一些笑話 說 是不是現在揭穿了? 揭穿了現在 然後呢 先離婚 拿回一堆錢 然後自己去買股票 是嗎? 四個老婆四次抵 哇 太平洋呢 看了一些新聞 都是比較多了 很多人走在這裏講笑了 拿回那些錢 自己去買 所以買得股票上升 所以這次見抵呢 叫汪蜂底了 是不是? 叫汪蜂底了 離婚底了 希望這次又是底 大家都希望 大家都想汪蜂這件事成功 所以你看一下 再有一些青瘡式的簡遲等等 然後呢 散戶就被反覆地被收割了 收割一次就只有它反覆地收割 如果說你不知道這些問題是怎麼出來的 你不知道它前腳發出 這個項目之後 後腳又會發佈重大減刺之後 你是不是就被人家割了呀? 你還明白呀 每次都被它割了呀 又不知道它怎麼割了自己呀 所以散戶被反覆地被收割 散戶反覆地被收割 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喘越輸越多 又在這裡說回 誰誰推介股票 我輸錢的啦 誰誰 跟我提到什麼什麼 又輸錢的啦 還有提到自己的 可能自己怎樣怎樣呢 我又被輸錢了 但是你有沒有考慮過 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是不是呀? 你現在可以先賴一賴誰呢? 賴一賴誰呢? 是誰收割了你呢? 嗯 可能這個問題就很多人沒有想過了 先頭你可能知道錢給誰賺了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輸錢的 現在想一下這個問題先啦 所以我們要去解決這種散戶 反覆被收割的情況 就一定要去破局機構操盤的真相 是不是呀? 錢給誰賺了? 錢我們為什麼反覆被收割? 錢給誰賺了? 機構啦 破局機構操盤的真相 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說回來的 那機構操盤有什麼真相呢? 是不是我們要去認識一下機構操盤的語言是怎樣的? 機構操盤我們經常看到的問題就是 一些股價的走勢啦 我們經常日常看到的就是股價的走勢 每天它暴動是不是? 升升跌跌 升升跌跌 很正常的一個升升跌跌 但是我怎麼知道是一個高位 或者怎麼知道是一個低位呢? 很多人都靠一個感覺 我覺得它是高位了 覺得它是低位了 甚至乎有些股票撞在創新高的時候 覺得是後期還有機會 我買呀買呀買呀 一買買在高位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因為你見不到的一樣東西是 這個股價的上升 是它順應了這個趨勢的上升 還是它本質上是由於資金推動的上升呢? 很多人見不到的 只是見到它上升了 只是見到有錢賺了 開心了 但是見不到的是什麼呢? 莊家的倉位 莊家在這個位置的倉位是怎樣的? 它這一輪的上升是不是它資金的推動? 莊家有沒有走? 莊家沒有走到 當然它的上升是很健康的 很正常的 但是問題就出現在這裡 股價看到高位的時候 莊家的倉位已經跌了下來了 你看看這條紅色線 我們就講到背後的邏輯 背後的操盤意願 莊家的倉位在這些位置見到頂之後出現了這個回落了 所以股價創新高的時候 不一定說莊家的倉位都是達到最高的 這裡就很多人見不到的問題了 所以我們怎麼去判斷到莊家的倉位呢? 我怎麼看到莊家的倉位呢? 倉位呢? 怎麼看到呢? 還有人去看成交 首先不是說成交不好 我覺得這個位置成交都很小 是不是? 創新高的時候 成交還是很小的 沒問題的 可能莊家還沒出貨 有沒有這樣覺得呢? 或者在低位的時候 可能覺得成交很小的 可能機構還沒進貨 很多人就等呀等呀 覺得成交很小 等呀等呀等呀 是不是? 覺得這個位置成交很小的 那些機構就出貨 等呀等呀等呀 那你發現不到的是 倉位在這個位置有沒有發生變化? 因為機構去操盤 它不是一天買光的嗎? 它都不是兩天買光的嗎? 它可以分多天去買的 是不是?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跟大家講過什麼呢? 一些機構建倉的行為 可能要半年的時間 它分多天去進行到一個出入貨 出入貨 所以它的成交是 不代表它沒有出貨的 我們重點就要去看一下 它的倉位是怎樣發生變化 可能它慢慢在這裏出貨 慢慢在這裏出貨了 那我們怎樣去看回到這個 莊家的倉位呢? 怎樣看到呀? 有沒有朋友知道的呀? 可能有部份同學呢 不清楚了 或者不知道了 我們今天就講回到 怎樣了解莊家的倉位 莊家的倉位是代表了什麼呀? 很簡單的 就是你的手上有沒有貨 你的手上有沒有貨 有沒有貨是用什麼去一個專業的名詞 叫什麼呢? 叫籌碼 叫籌碼 你的手上有沒有籌碼? 莊家的手上有沒有籌碼? 誰是用籌碼? 誰是用籌碼? 他手上都沒有籌碼了 你跟他談什麼呀? 股票當然下跌 他手上沒有籌碼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跟著 誰手上有籌碼跟著誰去做呀? 誰是用籌碼呢? 誰是用籌碼呢? 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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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籌碼都可以在一些蟹部的手上 那就不跟著他去做呀 為什麼呢? 他都沒有能力去推升它 所以誰手上有籌碼就跟著誰去做 但是這裡的籌碼要看它掌握在誰的手上 我們在這裡說回籌碼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故事跟大家去說一下 什麼稱為籌碼呢? 先就說了 是不是? 這個籌碼是什麼呢? 我知道要去了解籌碼了 貨在誰的手上 我們看看 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這個假設 當某個公司有16股的股票 而這16股就被三個不同投資者去持有的 股東A就曾經在10元的時候買過了3股 然後在11元的時候買過了6股 是的 買過了6股 股東B在12元的時候買了4股 C在13元買1股 在14元買2股 總共一共一切就是16股 於是我們可以把右邊這裡 先頭A有3股在這裡 這裡有6股 12元的時候B買了4股 C在這裡買了1股 買了2股 這個投入一起 是不是就是一個籌碼? 籌碼 所以籌碼就掌握在ABC三個人的手上 掌握在ABC三個人的手上 我們就繼續去看了 去看了 但是它會發生轉變的嘛 是不是一直都在她的手上? 除非它真的有些解禁期未過 一直都在她的手上 所以籌碼會發生改變的 怎麼會發生這個改變呢? 來看一下 籌碼分佈一個重要的特徵 它反映的是一個股票的全體投資者 在全部流通盤上的建倉成本和持倉量 它所表明的就是盤面上最真實的倉位狀況 隨著有交易的繼續 籌碼會在投資當中進行漏洞 因此籌碼分佈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不是一成不變的 還有一個這樣的交易 B先頭在12元的時候買了4股 然後他走了 在多少錢走呢? 14元走 走了是給誰去接呢? 畢竟有人接貨 籌碼不是說賣出去就賣出去 為什麼有人經常買東西的時候要排隊呢? 原因就是有人接你的貨 所以D就接了B的籌碼了 接了3股 這視乎籌碼分佈就成為了右邊這個套 先頭A的3股沒有變 6股沒有變 但是在12元的4股現在剩下1股了 因為B走了3股 他只剩下1股 那13元的時候1股是沒有變的 但是14元的2股就變成了5股了 有沒有看到? 變成了5股了 因為D在14元的時候買了3股了 是B走的 誰走不要緊 反正D買入了3股 所以這個籌碼分佈圖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但是最多的籌碼依然是掌握在A的手上 它有9股 在11元和10元的時候 它有9股依然是掌握在A的手上 那籌碼就在誰的手上 假設A是一個莊家的時候 那莊家一直持貨 在低位持貨 它沒有走到 所以這個股票是不是有上升的可能性? 但是問題 如果A除了有交易的繼續 A的9股 它在20元的時候走了 被E接了貨 你想想 A莊家在10元的時候走到20元 它都翻倍了 它都翻倍了 它當時走了 E接了 你想想 E如果在散戶的時候 你看看 市場可能就會存在下跌的可能 因為散戶 沒有辦法去推升它 所以這件事 就叫籌碼 所以大家現在對於籌碼 可不可以明白嗎? 如果有明白的 你就敷個8 那麼少同學不明白嗎? 不清楚嗎? 不清楚不要緊 你等一會聽我說 可能你就清楚了 可能有部分同學不清楚是什麼 我知道是這樣 但是在股票當中怎麼應用 是不是? 在股票當中怎麼應用 怎麼看到它的籌碼 可能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說回到 這個機構籌碼的時候 它可以通過一些橫向的儲藏體 形象這樣表明到各個價位的 一個成本分佈量 線條的高度可以代表股價 就是我們先頭在這個位置 線條的高度代表了價位股價 而橫向來是代表它在這個價位上的持倉量 也就是一個倉位 籌碼的位置 倉位 這是一個價錢 所以它可以通過在這裡的比例上 長度就代表持倉成本的數量 在這個價位上的比例 而我們通過機構籌碼的運行方向 以及籌碼分散和密集的程度 去判斷到股價的運行方向 這個就是籌碼的作用 好了 講了這麼多之後 問題就是 我怎麼去判斷到這個籌碼 現在就要來了 怎麼判斷到這個籌碼 我現在明白籌碼了 我都知道籌碼要做什麼了 但是我怎麼用到這個籌碼呢 我們去看看籌碼呼叫轉移 籌碼怎樣呼叫轉移呢 叫愛情呼叫轉移 籌碼一樣都有呼叫轉移 那怎樣呼叫轉移的 你去看一下 在這個機構籌碼當中 它有兩個這樣的口決 跟我們去判斷 一個口決叫下風鎖定 行情未盡 還有一個口決叫上風不宜 下跌不止 下風鎖定 行情未盡 上風不宜 下跌不止 那是代表了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風呢 是不是 什麼叫風呢 我們去看一下 什麼叫上風不宜下跌不止 上風不宜下跌不止 下風鎖定 行情未盡 什麼叫風 我們去按出來去看一下 這個籌碼當中 這個位置就叫風 這個位置就叫風 最讀出來 先後說 在這個位置是代表價位 在這個位置就代表倉位 最大的倉位區 就是一個風 就是一個山風 所以這個就叫風值 那風值的上風和下風是怎樣定義呢 上風和下風是以股價去定義的 以價位去定義 如果是處於 現在這個走勢 股價在這裡 風值在上方 在上方 在股價的上方 就叫上風 如果在股價的下方 就叫下風 可以明白嗎 那下風鎖定行情未盡 又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說回到 如果有一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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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上升 股票 持續地上升 的時候 封值在這個位置 的時候 是不是處於股價的下方 股價下方 好了 隨著時間的延續 股價出現了這個調整的時候 開始我們是不是會有些擔心 擔心什麼呢 擔心這個位置 是不是莊家出貨 是不是要去見頂 是不是要出現到下跌 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會有這個擔心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你可以打一下我 我在這個位置買了 現在出現上升又下跌 甚至乎你在這個位置買了 上升又回落 可能有些擔心 擔心什麼呢 可能我現在又還了本給他 還了利給他 可能要變成了鞋 各種各人的擔心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籌碼 什麼叫下封鎖定行程未盡呢 就是說回到 在股價出現了這個調整的時候 如果 如果先頭A的9股 在這個位置出了 大的成交區在這個位置出了 莊家在這個位置出了 這裡的成交是不是得到最長 會不會 可能有些朋友睡著了 會不會 那是不是有機會 如果莊家在這個位置出貨 莊家出了貨 是不是有機會得到最長 因為最大的成交區在這裡 散戶沒有辦法造成大的成交 那只有一些莊家會造成大的成交 是不是 所以 跌下來我們會擔心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看 它跌了下來的時候 它的封值一樣在下方 一樣在下方 那證明了在這個上方這個位置 它的封值沒有得到出來 意味著了在這個位置 機構是沒有走到的 好了 如果機構在這個位置沒有走到的 那我們不用怕 因為它沒有出貨 所以沒有出貨 叫下風鎖定 行程未進 還有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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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下風鎖定 行程未進 還有得升的意思就是這裡了 持續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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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叫下風鎖定 行程未進 不怕 是不是 好了 那除了時間的走勢之後 我們再繼續去看 那什麼叫上風不移 下跌不止呢 例如時間走到了這裡 股價走到了這裡 然後呢 風值是不是移回到上方來了 好了 移回到上方來了 如果跌穿了這個風值 跌穿了這個風值 那我們想著去做什麼呢 想著就是 股價跌了下來 很多人會想著的問題就是 我可不可以抄底嗎 是不是 那股價出現了這個調整了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可不可以進行到抄底呢 抄底 是不是莊家抄底我才可以抄底呀 好了 股價跌下來 如果真的莊家抄底 它的風值必然移回到下方來 但是走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風值有沒有移回到下方來 是不是一直在上方 那就代表了 上風不移 在股價的上方 上風不移 下跌不止 你看看 繼續的下跌叫下跌不止 就是這樣判斷的了 所以 關於這個上下風 可不可以理解到 可以理解到的評論 下風鎖定 行程未盡 上風不移 下跌不止 包括曾經都有很多朋友 都跟我提過 不過這兩張圖 已經是去年的圖了 去年的圖 我們都可以去看一下 這是什麼呢 這個有位會員朋友 當時在去年8月份 一年之前 沽空了1.11 當時1.11 從300 到200 從300多跌回到160 跌回到160 跌回到160 他從287去沽的 沽到 跌到160 他為什麼說回呢 8月底的時候 8月31號的時候 跟我說 上風不移 下跌不止 下跌不止 所以他就沽空了 買潑 為什麼呢 你看看當時的1.11 但不是現在 現在等著我們再說 當時的1.11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看看 在這段時間的時候 8月31號的時候 跟我說的 他在270的時候沽了 大概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在260多 270 你看看 8月底 270的時候 開始沽了他 跌穿了這個平台位 跌封值在上方 上風不移 下跌不止 所以他為什麼放心 去沽空他 下跌不止 繼續的下跌下跌不止 你看看這個利潤 是不是很大 哇 持續的下跌 利潤很大 從270就開始沽空 所以這一輪 真的吃得肥肥的了 吃得很肥的 這個就是跟我們去判斷的 有些同學 成績就是在這裏 怎樣用到這個下風 上風不移 下跌不止 同學同學用過 下風鎖定 行程未進 行程未進 所以 繼續有機會上升 繼續有機會上升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我們看看大家有沒有股票的問題 想去問到現在是儲什麼風 現在給大家兩個股票的機會 看看你的股票現在儲什麼風 儲上風還是下風 看看誰的手快 你看看 這列三八八 你看看三八八 三八八呢 昨天大跌 前日大跌 要減刃花水 是不是 要減刃花水 所以大跌 然後呢 你說現在是什麼風 你看看 現在是什麼風 大家一起說 是上風就敷上 是下風就敷下 如果是沒有什麼風呢 你就敷中 上中下 上中下 是什麼風呢 上風 是不是 儲股價的上方 跌穿了這個平台位 跌穿這個平台位 那是儲股價的上方 所以是上風來的 證明大家學識了 這個位置是上風來的 這列你都回答了 是上風 那再有 981 981 今天就厲害了 今天就厲害了 你看看 它之前的位置 在什麼時候破了這個平台區 在這裏 當時 叫沒有什麼風 叫中間風 是不是 沒有什麼風 因為儲股價的附近 又不升穿又不跌穿 所以叫中間風 沒有什麼風 好了 在這天開始 就形成了下風 所以在這個位置 就告訴我們 在什麼時候呢 在十月的十一號 就告訴我們 現在呢 處於下風鎖定 行程未盡 還有得升 下風鎖定 行程未盡 你看看 是不是行程未盡 哇 跌下來了 行程未盡 你看看 是不是還升上來 對啊 所以這個呢 就叫下風鎖定 行程未盡 所以有沒有理解到 好 這個是屬於下風的 先頭 三百八是儲常風的 很多朋友都看到了 我再去看一下 一個叫 9901 新東方 哇 新東方這股票升到 不要不要的 是不是 什麼叫不要不要的呢 你看一下 升了這麼厲害 就是不要不要的 好 現在問一下大家 現在是處於什麼風 一樣 上風就回上 下風就回下 那沒有什麼風呢 就中間風了 就回中了 哈哈 陳小姐說 老師說過要看強勢的股票 是不是 是 一定要看強勢的股票 處下 嗯 大家都認識了 所以你是不是就可以去規分到 你的股票 為什麼有些股票上升 你現在知道沒有 對呀 有人說我不知道怎麼賺錢的 又不知道怎麼輸錢的 這個問題就大了 啊 糊裡糊塗的 不知道怎麼贏錢 又不知道怎麼輸錢 那這個問題才大了 因為你 就算下次給你機會 你也抓不到 你可能說我這次輸錢 但是我知道我為什麼輸錢的 下一次你是不是就可以避開呀 所以 我們要贏得明白明白 輸得清清楚楚 對於陽 你看一下這個位置 我講完這個風之後 大家都明白了 啊 啊 究竟自己的股票是處什麼風 現在你是不是可以明白到啊 啊 啊 為什麼這些股票上升 為什麼股票下跌 原因 它的風值在哪個位置 啊 啊 為什麼這些股票越升越有越高呢 啊 它風值一直在下方 啊 一直在下方 所以它就越升越高咯 啊 啊 但是它風值在上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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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蛋液 蛋液 蛋液都要下跌 蛋液都要下跌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去判斷 證明這個指數點 大家是可以去掌握到的了 啊 OK嗎 啊 如果再有其他股票問題呢 我們等一會看看有沒有時間呢 再跟大家去講 啊 再跟大家講 所以這裡呢 就跟我們去講到的 上下風的問題 啊 上下風的問題 啊 好 我們接著再去講到下一個內容 啊 下一個內容呢 這個問題OK了 啊 嗯 很多朋友都明白了 那下一個內容呢 就是我們要去講到的 空間 啊 空間 顛峰交易 啊 空間顛峰交易策略 啊 我們講到的是一個 極限挑戰 啊 在空間 顛峰交易策略當中 怎麼去判斷到這個極限挑戰呢 啊 如果極限挑戰 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人呢 走到極限的時候 哇 你可能會累 啊 你贏錢 可能你的運氣用到極限的時候 哇 可能呢 又開始輸錢 啊 如果我 我很衰衰到極限的時候 啊 就是一個人不是衰到盡的嘛 那好像 那可能你的好運又來了 所以什麼叫極限挑戰呢 啊 但是極限挑戰呢 可能有挑戰成功 也可能有挑戰失敗 是不是 好了 我們今天呢 就跟大家去講到 空間顛峰交易策略的極限挑戰 啊 那講到這個極限挑戰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去認識一下這個籌碼的幾種顏色 先後呢 我們去講到它是它的峰值的問題了 那我們現在呢 去講到它的顏色啊 叫機構籌碼 色頂底 極限挑戰 那它分別呢 有三種顏色的 一種呢 叫黃色 啊 黃色 黃色呢 是代表了股價運行的正常區間 啊 代表股價正常的運行區間 就是我們之前呢 有和大家去判斷過的 這個股票升得多就會跌 跌得多就會上升 是不是 啊 啊 股票不會一輩子上升 也不會一輩子下跌 升得多就會下跌 跌得多就會上升 那問題是說 那哪個位置去判斷它升得多啊 哪個位置去判斷它跌得多啊 是不是 啊 哪個位置去判斷呢 可能就不知道了 啊 可能不知道了 所以我們去講到什麼呢 以顏色去判斷 紅色呢 就代表它升得多了 代表了股價進入了超賣的階段了 升得多可能會有調整 如果紫色呢 就代表股價進入了超賣的階段 跌得多的狀態了 如果跌得多呢 就有機會去進行回升 啊 但是那跌到多少才是多呢 一樣啊 那我們要看回到 跌得多 跌得多了 那多少才會跌完呢 就是等到籌碼紫色轉回黃色的時候 啊 紫色呢 已經是跌得多 啊 啊 有機會上升 可能呢 它還未夠啊 就我們之前說回了啊 啊 行程呢 在絕望當中產生 可能你還未絕望啊 是不是啊 啊 跌到紫色了 可能還未絕望啊 那就紫色轉回黃色呢 就為超跌反彈的買入時機 啊 那紅色轉黃色呢 就為高位 超賣高位的沽出時機 當然 轉黃那天都要去做回 高低位呢 都要去做回支持位 或者止蝕位 啊 這樣去判斷 所以這個位置呢 就跟我們去講回極限挑戰啊 啊 那什麼位置叫極限挑戰失敗呢 如果跌穿了轉黃這天的最低位 那紫轉黃之後我要去買入了 但是跌穿了轉黃這天的最低位呢 呢 挑戰失敗 啊 會有可能挑戰失敗的問題啊 啊 同時呢 紅轉黃之後可能就走了啊 啊 走了之後可能它還繼續上升啊 啊 啊 繼續上升啊 可能呢 還未到你的極限 還要繼續上升 所以這個呢 叫極限挑戰 啊 那我們分別去看一下 啊 這個是去年的回風了 我就不續一個去跟大家去講啊 哈 因為已經時間比較久啊 你看看在去年的回風當中 這些高低位呢 都有跟我們去判斷啊 啊 一個紅色轉黃色的位置 紅色轉黃色的位置 啊 一個紫色轉黃色的位置 啊 都是相對的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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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都很成功的一些低位回升 低位回升 同樣都是失敗的 這個位置很明顯 紫色轉黃色要彈 彈不起跌回來了 都是存在失敗的 所以為什麼要做好止跌位 啊 看看挑戰成功 挑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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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高位下跌 高位下跌 是不是啊 嗯 好了啊 那我們再看回到 在現在的走勢都一樣 這個是美股的 這個美股的 SQQQ QQ QQ 和SQQQ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它和指數是相反的 是不是啊 那麼這個黃色竹的位置呢 啊 成功都啊 啊 這個黃色竹的位置呢 就是當時的籌碼 紅鑽黃那天 啊 紅鑽黃那天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跟大家去 詳細去看一下啊 那出現了這個紫色這裡呢 就是一個紫鑽黃這裡 啊 紫鑽黃就是一個跌得多了 啊 轉回黃色了 所以有機會大 啊 轉回黃色了 有機會大 啊 啊 這個黃色了 啊 那就是一個紅鑽黃了 啊 這樣呢 這就可以出現到匯落 所以這是極限挑戰 啊 極限挑戰 比較成功 那我們的繼續看 再看什麼呢 這個Tesla 是不是都朋友 都朋友做Tesla 看下Tesla 是不是一樣啊 啊 一樣和我們去判斷這個極限挑戰的問題 看看當時 跌回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啊 啊 跌回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在8月18日 有没有朋友留意到 8月18日的位置出现了早晨之星 并且是极限挑战成功的时候 挑战成功了 所以出现了一个上升 这个位置是9月28日 挑战成功了 所以出现了这个上升 所以出现了这个上升 所以这个位置就和我们讲到的极限挑战的问题了 我们分别去看看 而这个9901 毕竟我的图现在在这里 这个图没有出现 这一次 先去看看这一次 这个低位 这一次低位 股价出现了持续的下跌 持续的下跌 跌到了6月23日 现在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极限位 极限的超卖位 yes or no 是不是 有没有进入了一个极限的超卖位 进入了一个紫色 紫色是超卖区 yes 超卖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入到买入呢 我们还要去看到极限之后 可不可以挑战成功 现在一天是紫色 两天是紫色 然后走到这一天 转回黄色了 所以开始极限挑战了 我们要挑战它看向上 因为是一个紫色转黄色的过程 并且走到这一天的时候 峰值都移回到下方 走到这一天的时候 峰值都在这下方 所以更加为它遮风挡雨 去推动它上升 是不是 行挑战在这个位置可不可以成功呢 那为什么判断它成功呢 就是它的最低位不能被跌穿 如果它最低位被跌穿 就意味着了挑战失败 如果最低位跌穿 就意味着了它的挑战失败 那我们去看看 没有跌穿 所以挑战成功了 你看看 成功了 这个位置当时才是30元 30元升到现在 升到现在 52.7 52.7已经升了六成了 60%了 为什么呢 在这个位置有极限挑战 不是六成 差不多60元就是一倍 60元就是一倍 已经七八成都有了 七八成都有了 22 22 是不是 升了22元 所以这个位置就告诉我们 挑战的极限成功的位置 好了 我们看看现在恒生指数 看看现在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的位置 都是一样的 你看看曾经在这个低位的时候 在这个低位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超买 有没有看到 8月21日 8月21日 右边的筹码是不是只是超买 是的 开始极限了 看看它有没有挑战性 转回了黄色就是挑战 这个位置 最低位就要作回到支持位 或者支持位 如果说第三天跌穿了 那就是出现了失败了 我们去挑战一下 但是这一次挑战要小心了 为什么要小心呢 它的风值在上方 你说上风不宜下跌不止 是不是 我先头是这么说过的 上风不宜下跌不止 但是不代表它没得弹 你一个人上吊 你还让它吐一下气 是不是 它可能有得弹 但愿要继续下跌 因为风值在那里 因为很多人呢 特别在现在市场弱势的情况之下 只适合去做短线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以筹码的颜色 去反弹 弹回到这个风值 做到阻力呢 你要去出现一个下跌 出现一个出货 所以我们去看 去看回到这个位置 开始挑战了 成功了 因为出现了上升 好了 弹回上来之后 你看一下 就走回到这个风值的位置 是不是 走回到风值 因为之前在这里 现在移回到下来了 所以风值已经受到阻力 你再去看 看到什么时候呢 看到了9月4日 出现了一个红色筹码 红色筹码意味着了 这一轮的反弹 已经走到尾声了 这一轮的反弹已经走到尾声了 是不是 为什么呢 紫色筹码转了黄色筹码 红色筹码 告诉我们已经有超买的风险 超买的风险 然后走到第二天 转回了黄色 所以这个位置 要出现了这个调整回落 你看一下 后期是不是出现了这个下跌 是不是 出现了这个下跌 好了 我们看回到最近 最近它在今天 为什么又上升呢 在今天为什么又上升呢 我们分别去看一下 因为它在什么时候呢 在10月20号 恒申指数在10月20号 出现了一个超买 同样的风险在上方 所以是不是一个小反弹 一个小反弹 原因呢 风险在上方 筹码又紫色 好了 看一下它可不可以挑战先了 哎 破比下跌 还没挑战 还没发出挑战 还没发出挑战 哇 在昨天 10月26号 星期四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四的时候 告诉我们 它已经和我们发出这个挑战书了 是不是 已经和我们发出这个挑战书了 紫色筹码 转黄色筹码 是不是要进行这个回升啊 是不是 要进行这个回升 所以今天升了354点 今天升了354点 原因在这里 筹码的紫色 转了黄色的位置 出现了这个挑战 出现了这个挑战 所以 明不明白 明不明白到的朋友 敷一个1 所以我们一开篇就跟大家讲到的 钱要赢得明明白白白 要输得明明白白白 是不是 省份的钱 输了是给谁啊 你可能不知道 一讲完之后 你会明白到了 这个风值在哪个位置 这个颜色在哪个位置 可以作到这个判断 这个筹码在掌握在谁的手上 可以作到判断 好了 那现在弹上来 弹上来 现在 风值将会是阻力 同时 当然这里有一个离口 离口位 也可能会作到一个阻力位 所以恒生指数弹上来 它的阻力是比较多的 因为太多离口了 阻力是比较多的 我们要小心 你都不可以说 这个得意在今天的上升当中 已经得意忘形了 那又不应该的 因为市场仍是处于一个弱势 这是一个反弹 风值还在上方 风值还在上方 所以我们两边都要去判断 两边都要去作出这个分析 为什么说不是单边上升 为什么单边上升 是不是 不是我不想它单边上升 是现在机会还没有 现在不是单边上升的市场 谁不想它单边上升 谁不想它天天上升 是不是 但是不是说你想它这样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风值还在上方 风值还在上方 所以这个就是恒生指数 那你再看一下爸爸 再看一下爸爸 爸爸今天是不是都上升 爸爸今天升多少呢 现在升了3.3% 升了3.3% 你同样去看一下爸爸的 爸爸在这个位置破了位下来之后 10月的19号 开始出现了筹码超卖了 第一人风值在上方 筹码超卖了 开始极限了 看一下什么时候发出挑战 极限了 再极限 再极限了3天 走到10月的25号 星期三个位置 告诉我们要发出这个挑战 是还是不是 是还是不是 星期三这天 由3天的指示筹码之后 转回了4月3 转回了黄色了 所以他发出这个挑战了 向你发出这个挑战书 是不是 挑战了 那接不接呢 哎 这天跌下来 升了一点点 但是他没有跌穿到 转黄色这天的最低位 所以他是不是仍然是挑战成功的 仍然是挑战成功的 仍然是挑战成功的 所以这里还不出现了这个上升 好了 现在同样的问题 和恒生指数面临同样的问题 列口的阻力位 这个列口的阻力位 列口实在太大了 是不是 峰值又在这里 所以列口的阻力位 将会去做到 巴巴的阻力位 虽然他发出挑战成功了 可能2、3%我赢了钱了 但是呢 峰值的阻力位呢 我们要去留意 这里我们要去做出这个 风险的留意的 所以这里就是和我们说到 极限挑战的问题 再有在腾讯当中 再有在腾讯当中 腾讯今天出现了上升 但是他升幅不算太大 他是什么时候呢 他是25号的时候 他还是极限 还是紫色 还是极限 极限的下跌 然后转回到26号 和恒生指数一样 转回到26号 发生了这个挑战了 转回了黄色了 所以今天都有机会上升 所以今天都有机会上升 所以有没有明白到 嗯 都是最近的股票发生的 这些大股在最近当中发生的 这个极限挑战的问题 嗯 好了 我们再看下先头有朋友问 长期 看下在长期当中 他就有少少的问题在这里了 虽然这两天上升 看下他的什么问题出现呢 他的什么问题出现呢 连续的上升 他告诉我们知道 在10月的16号告诉我们 现在右边的筹码是什么颜色的 是一个红色的 红色就意味着了 短期内已经升得多了 升得多 那就会有机会 会出现了这个调整 也就是向上的极限 跳得过多 超买 超买 升得多的状态 虽然我们要去留意风险 都是另一个方向的极限 极限的上升之后 极限一天 极限两天 极限三天 好了 在这天 10月的19号转回了黄色 按照理论来说 是不是应该会有调整 按照理论来说 应该会有调整 下跌 出现了这个调整下跌 所以这个呢 就和我们去判断到极限的位置 那些高低位去极限的位置 包括如果说 有人做了美股Tesla的 你看看 在Tesla当中都一样 Tesla当中是怎么样呢 在最近的这个走势当中 超买了 10月的9号 处于一个红色超买了 我告诉大家 向上已经没什么动力了 向上已经超买了 超买了 所以呢 再上升 转回了10月10号的时候 转回了黄色了 所以我问一下大家 假设我在这个位置去进了 当时真的有机会进了 因为紫色筹码嘛 极限超买了 极限超买了 转回了这天黄色 所以应该在这天 去进行操作 然后在这里 红转黄了 问一下大家 走还是不走 走还是不走 太平洋说走 其他朋友呢 其他朋友呢 不走 我要去跟他一起 是不是 生死与共 大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又恭喜你了 如果你这个位置不走 263你不走 我真的恭喜你了 看看263 截止到现在呢 截止到昨天收市呢 205 昨天收市263 你都不走 205你才走 你看一下 就出现了这个下跌 所以当时你在这个位置 走了有没有问题啊 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 极限挑战了 已经极限挑战了 这个极限挑战的低位 这个极限挑战的高位 所以一低一高 你是不是可以吃了这个利润了 你就不用说调转到现在输钱 就不用说调转到现在输钱 是不是 极限套底了 是的 极限套底了 所以这个位置呢 就和我们去讲到的 极限挑战 极限挑战 那其实呢 为什么要讲到极限挑战呢 因为这个内容呢 我在月初 我在月初当时呢 我记得我还在那里 去进行到一个学习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呢 当时我记得上一轮呢 我有送给我们部分的同学呢 一个一轮红日 有没有朋友记得的 一轮红日的那个选股方案 当时呢 一轮红日的选股方案里面呢 就有极限挑战的这个方案在里面 我在十月初的时候呢 就和大家去讲了 然后有朋友呢 用它 就是确实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我知道Tesla在这里 当然我会看这个股票 那第二个呢 确实有朋友呢 在这个位置走了 在这个位置走了 然后呢 他说 哎 我下次去买回 好不容易 我如果不想买Tesla了 下次我可不可以去 太平洋了 选股了 你把我要说的东西 你都说了出来 是不是 这么厉害的 这么厉害的 所以就说回到 怎样去可以 现在市场调整的时候 我怎样用到极限挑战 去做到这个选股呢 这个朋友呢 问得很好 问得很好 所以呢 我最近呢 又将他 作出了这个分析 哎 我怎样用到这个极限挑战 去选股呢 是不是 我们可以操作一下 我们可以去操作一下 那选股方案当中呢 这里有一个超级选股平台了 超级选股平台当中 例如 你回到里面 可能有很多条件 假设呢 我不知道 有没有 有元件的朋友在这里 极限挑战可以选股的 可以选股的 所以呢 你回到 你去按回到那些选股条件之后 我们用回到这个筹码 是不是 按错了 你用回到这个筹码 这里有一个动态筹码 机构筹码 机构筹码之后 这里有一个紫钻黄 就是我们先头去找到的 极限挑战的位置 当然 如果有人去 专门去沽空的 就是我做反方向的 那做反方向的 好不可以 都可以去作出选股啊 我就是 红色转到黄色 我就要去扑他 红钻黄去扑他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我知道呢 之前在我们的频道当中 有位朋友呢 叫Mila Mila呢 她专门去做沽空的 哇 这一轮呢 赚得肥肥的啦 啊 经常呢 跟她说 经常跟她说 那呢 她就用回到 双反方向的 極限挑战 去做回到选股了 当然 这里呢 没有 这里呢 没有 那呢 我都将它 做回到这个研究了 反方向的 都做出这个研究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说回一个正向的 例如我们以一个股票为例 一个股票为例 怎样指转黄 極限挑战 要去进行到买入呢 是不是 我们都可以将时间去调整一下 比如说 你看一下 我们用到之前的条件去试一下 在这些位置当中 它会不会有 有些股票 会出现到这些挑战的位置呢 我们去看 假设我用到这一部分 去作出这个选股的时候 用什么时候呢 可能用回到 点一下就可以选了 因为呢 用回到较早前的 因为我们不可以和大家去 作这个什么呢 作这个 推价股票 所以我唯有用回到之前的 你看一下 当时 出现了極限挑战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 当然这个股票 四价 我们去看一下 四价还四价 那我们要去看回到一些什么走势呢 我们去看一下一些正常的股票 我把它转回到一个颜色 给大家看 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就不用移动那个Mouse 转回一种颜色 大家就可以去看到 它会不会有极限挑战的位置 我把它转回到一个紫色 转回到一个紫色的位置 这个股票在世界上 我们跳过它 找一个正常的 哇 这些都不正常的 看一下 按股票的顺序 哇 当时选了270几个股票 270几个股票 看一下当时的汇丰 汇丰是不是出现了极限挑战的位置 这里 我们先头选的位置在这里 出现了这个位置 是不是 极限挑战成功了 所以出现了这个上升 现在 所以 你看一下股票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出现了极限挑战的成功 6月份 这个位置 极限挑战的成功了 所以出现了这个上升 但是在这一次当中 跌穿了这里就失败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反弹 出现了这个反弹 上回来 这些位置就和我们去判断到 极限挑战的问题 如何去作出这个选股的问题 所以你一选选之后 很方便 它符合条件的股票 都和我们去选选出来了 选了之后 你就按照这些条件去操作就可以了 你不用自己逐个去按 或者说有没有条件的出现 当然 当然我们现在 你看一下 可能会选出一些 小价股出来 是不是 或者一些先股的小价股出来 或者没有什么成家股票出来 在这里我会比较建议 你可以加上市值 可以加上市值去选 将这些小价股去塞走它 如何加上市值去选 回到我们选股这里 回到我们选股这里 这个是不是选股 是的 这里有一个行情类 有没有看到 行情类 我想它加市值加大一点 是不是 例如我想选它 市值呢 你自己去作回自己的条件去选 单位千万 例如说我想选它十亿开始的 十亿其实都比较小 一百亿 一百个千万 一百亿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就没有那么多股票呢 符合了 我们再去看一下 先后选了276个股票 现在是不是只有68个股票 只有68个股票 在100亿以上 当时在6月份 你会对回到这些股票 去作回到这个判断的时候 例如你看到力竞 当时有没有 你看一下力竞 你看一下这一轮的极限挑战当中 哇 连续这几天的上升 你说它挑战成不成功啊 挑战是不是都成功啊 挑战是不是都成功啊 有大有四个问题 挑战都成功 只不过呢 你对应回到 在下方的庄家的时候 可能它庄家不是很多 所以 就是庄家太少了 所以它极限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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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很快去 因为庄家太少了 庄家太少了 所以如果有庄家的时候 可能它的力度 可能会更加大一些 你看一下 有没有股票 有庄家 你看一下 这个位置出现了极限挑战了 这个紫色的位置 就是极限挑战的位置 极限挑战了 那就会出现了这个上升 极限挑战了 就会出现了这个上升 为什么 有庄家 是不是 我们之前都和大家判断了 有庄家 所以 你看到这个股票 那样 如何挑战了 很快跌下来 因为 恢复太多了 恢复太多了 順便 如果说你在选股的时候 都可以去加上 一些庄家的条件去选 因为我现在和大家去做这个demo 就是简单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极限挑战的位置 好不可以成功 看一下这两次 是不是 极限挑战成功了 为什么它升税比较慢一点呢 下方没有庄家 极限挑战成功了 下方有庄家了 所以你看一下 在这一轮 爆升 爆升 那如果后期 你将它筛选的时候 可以加上有没有庄家 有没有庄家的股票 去作出这个筛选 你就自己就不用猜猜猜猜猜 哪个股票有没有庄家了 去与庄家条件夹在一起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条件 都和我们去判断 有没有极限挑战的位置 极限挑战成功了 极限挑战成功了 是不是 这些挑战成功之后 你就会做到这个判断 有没有庄家 才是我们要去参与 以及呢 有没有挑战成功 哇 你看到在这一轮的走势当中 所以这些呢 就是和我们怎样去作出 股票的一个筛选了 怎样用到这个庄家呢 去作出到这个筛选 去判断一下 你的股票呢 有没有极限挑战的位置 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极限挑战呢 因为 确实呢 当时就有朋友问到了 是不是 怎样可以选 由这个选股 啊 你讲完这么多了 是不是 这个位置有极限挑战 全上升 这个位置的极限挑战 全上升 啊 当然一样 它的庄家比较小些 啊 庄家比较少些 啊 所以我们再加上 有没有 加上有没有庄家 哈 但是在现在 港股的走势当中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知道 现在港股的股票呢 它比较少庄家 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啊 但是如果 在市场当中 未来真的发生了 有庄家的时候了 你想它不会有这种行情 我就不相信了 啊 你看一下这个 名创优品那样 啊 从32升到了59 啊 32升到59 已经翻倍了 原因呢 庄家 啊 庄家去推升它 極限挑战在这个位置 挑战成功了 啊 我先头说的 那呢 在这些位置的时候 那在高位置我怎么走呢 極限挑战的反方向 都可以去作出判断 好久不见 我先走开